能够想象海里面没有鱼 没有生物空荡荡的景象吗 我们台湾四周环海 但是海鲜却得仰赖进口 许多构想纷纷地提出 像是在近海七地设立国家公园 我们接下来这个报道 就特别检验了台湾最新成立的 第九座国家公园 澎湖南方四岛 成立才短短两年 因为执法确实 生态果然变得更丰沛 也解决了二十年来 大陆渔船挂界捕鱼的问题 渴望成为资源永续的海鲜银行 放眼望去 海上全是中国大陆铁科船 正越界捕鱼 听当地人讲 最高曾经有190几艘的大陆渔船 大陆渔船登门踏户 二十年来在澎湖抓不胜抓 我们通过管道拿到影片 才得以一窥两年前 他们的嚣张行径 经过我们进驻以后 我们按上监控 然后通知海巡署的澎湖海巡队 就是他们会派船过来驱赶 所以变成两个单位互相合作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说去年来越界的话 那个数量大概只有一两艘而已 澎湖南方四岛主要指冬极西极 东雨西雨 是台湾第九个国家公园 成立两年来海洋保育成效如何 第一个答案是 二十年的大陆渔船老问题解决了 叶山洪过去是潜水打鱼的渔夫 如今是代客潜水教练 南方四岛海底下的改变 他最清楚 以前看到银纹低雕 了不起就是一群十条 了不起啦 甚至不到 现在是放眼望去两三百条 我潜水十二年了 前十年没看过这样子的景象 看到的现象就是说 这里面的鱼的一般体型还蛮大的 所以基本上 国家公园几年的保育的成果 似乎有慢慢显现出来 南方四岛鱼矿恢复良好 钓客也闻风而至 现在这边保育得很好 这边比奔岛的鱼多多少 多很多 台湾奔岛根本钓不到鱼好不好 这两年来 冬极登岛钓客成长了一倍 贵公成立一个国家公园吧 然后也要贵公于执法的人 南方四岛国家公园平日巡逻 以这艘五顿快艇为主 执法人员以一位海管处 及两位国家公园警察 形成铁三角 基本上如果天气状况 海象状况与许的话 通常是每天啦 我们今天目标西极南洞 那我们先来出发了 他是保七总队国家公园警察 小队长萧在权 在墾丁后壁湖严格执法七年 海胆从五千颗富裕到两万颗 成果惊人 在海洋界是无人不知的头号人物 我现在都以国家公园警察为荣 我觉得台湾的生态 需要有人去执法 那我从事这海洋保育工作 我觉得很以有荣誉 眼尖的他突然发现作业渔船 气氛顿时变得紧张 鱼满粒 好 另外一艘 再新刷 好 OK 这是一支钓 这是原生钓 在南方四岛国家公园 这个海域传统一列是可以充施的 幸好不是违法流刺网渔船 虚惊异常 这些钓有没有 这是什么鱼啊 鱼蚊迪雕 变成国家公园对你有更好吗 照顾咱们也更好 如果像帮忙我们就没有这些人对了 因为一忙就有十个东西 大社会的东西 为了保护生态欺利 国家公园铁三角执法严格 甚至为了追气流刺网渔船 在海上过夜 却有渔民无法理解 我们老人 这看国家的钓这个帮来钓石 都不可以 人不行抓鱼 人会撕鱼 那些他也是挖 这个找人 找人的很麻烦 叫我们转型 然后要依靠自己的方式 也没有辅导 来一趟东极岛巡礼 小漆没有 雪山活动也没有 观光设备极度缺乏 催眉若能转型不发机会 而島上風光明媚 藍海包圍綠地毯 秒無人機如同電影般 美得很夢幻 加上西基島蘭洞聲名大噪 南方四島觀光客人數 兩年來暴增四倍 102年 它的大概有4000多人 現在到了104年的時候 它成長大概11000多人 說明南方四島路上海下都精彩 沒親眼見到無法相信 台灣還有這一間海鮮銀行 猶如燈塔守住台灣 度過資源崩壞的時代